李清友,胡杨公主,最悲气的公主,原标题最悲气的公主原创李清友三国梦怀录,之所以说胡杨公主是最悲气的公主,是因为无论在正史还是在演绎中,我们看不出丝毫对她的褒奖,而我们所知道胡杨公主也多是因为她的恶名,也多是因为她是一个蛮横的女性。 作为东汉开国天子刘秀的大姐,她并没有享受到传统上皇亲的那种特权,相反她委屈层层这都是因为后汉书里确确凿凿记载的两个故事后汉书,后汉书库立列传中说,洛阳令董轩曾因坚持追究胡杨公主加仆杀人之事,得罪了胡杨公主公主,哭着向她的皇帝刘秀诉苦董轩,险些被刘秀所杀, 但坚持不肯向公主叩头认错无奈刘秀次与她强项令,的称号还有一个故事,在后汉书宋红略传,中胡杨公主放夫后想再嫁,众议宋红并暗示她的皇帝但在刘秀试探宋红时宋红却说贫贱之之不可望,高康之需不下唐表示不会抛弃结发妻子,间接拒绝了公主的美意。 唐和胡杨公主像就是这两个故事,给胡杨公主带来了无穷的责难,这一定是后汉书的作者,胡杨公主的今天意义上的老乡,南洋西川人范叶所始料未及。 当然这两个故事,对于我们认识胡杨公主来说可能是片面的但是在史料不足的情况下谁也不能彻底给她翻案这些故事的背后我们依然能看出她曾经的艰辛和不幸。 胡杨公主刘皇姐弟六人从后汉书的一些史料看,刘家六姐弟长幼顺序,为刘皇刘原刘也刘仲刘秀刘伯基她的父母去世,时刘秀才九岁,伯基才四岁。 可以想象,作为老大的刘皇要在抚养弟弟妹妹成人的过程中,付出何等的艰辛他们成人后,刘皇又跟着他们在战争的漩涡,终服陈东汉开国一时,刘皇作为长公主本应该享受荣华富贵,天伦之乐,但她却死了丈夫成了寡妇。 此时她的弟弟妹妹也只剩下日理万机的刘秀和小妹刘伯基了,刘仲和刘原早在南洋境内的小长安之战中,就被王满军残杀了,刘衍因为军功卓助又被她领导,击成狗度,得更使地杀害于晚成。 光武帝刘秀残酷的战争历练出了刘家姐弟坚毅的性格,也铸就了光武帝血色的皇冠。 刘秀坐上了东汉开国的交易侍者,安息生者自强天子不愧为天子,刘秀主动完成了角色的转换由藏王溺死的刁汉之人,变成了西哥论道,得开国皇帝之道,天子不与白衣同,而胡杨公主毕竟是胡杨公主, 作为六姐弟中老大的她还没有或者是不可能产生这样的觉悟,她还以为是南洋猪流杀人而不能问罪,得昔日她的胡吐,一定程度上成就了强项令董轩胡,杨公主的胡吐成就了董轩而她的清醒,却成就了宋红胡杨公主对宋红很欣赏,并非是她位高权重,田莲千墨,而是她清醒,得知道宋红威荣得气。 群臣墨及荣端素品德过人由此看来胡杨公主的品味素质,思想境界并非后人一段的那样,差心仪,一个人不是错,何况她心仪的是高水准的宋红,所以在称道宋红的时候不应该一味的更病胡杨公主。 用今天的观念来看,胡杨公主想谋求有妇之夫,刘秀也在助纣未念这样理解实在是不应该要知道,那是汉大那是贵意交付一妻的时代,那是一个女子新广,就能顺利再嫁的时代。 刘兰芝可以再嫁,卓文君可以再嫁,汉武帝的姑母管桃公主刘朴,姐姐平阳公主都有再嫁的经历。 我开玩笑说,如果把强项令董轩和遭康之妻不下堂。 两个故事,放在明清皇权专制的某些时期,后果会如何?朋友说,董轩会说陈罪该万死,宋红会说,谢陛下龙恩,呵呵如果这样,后汉叔不就没胡杨公主的戏了吗?那她也不委屈了,法理和人情的挣扎。 寂寞和委屈的煎熬繁华的京都洛阳,对于胡杨公主来说就是淋雨,人生最好的解脱是离开一架马,车载着胡杨公主,从洛阳城轻快地奔出一路南下。 要回去了,要回去了,要回南阳郡的封地,胡杨旭来方,成炼针工买车,在她封地西北几十公里的地方,金河南方城县缓缓停下来她驻足,她常驻悲催的过往渲染的土地。 她想起了当年出征的京旗,想起了战后的白骨壁也,她想起了倒在血泊中的亲人,她眺望着扶牛山的云气,她聆听着白河水的声响,她嗅到了田野的芬芳。 她要在这里停下来,她觉得要从繁无复杂中走出来,灵魂最好的归宿是归一她要清灯黄眷,她要诵经修珍,她要稀如止水地看待世间万物,她要脱臣出世地去融入天地。 自然她的皇帝知道这位多事的姐姐找到了消融郁闷的方式,也是怀般地高兴起来,就在金方城县境内,为她安息炼真,建造了辉红的道观。 炼真宫炼真宫胡阳公主,像在香火缭绕的炼真宫,经历了尘世间太多坎坷与磨难的胡阳公主,骄横白护的形象,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 她不再为京城的事是非非而碰壁,也不会因受到委屈而在皇帝,面前悲戏这炼真宫,真能让人参透玄机清静的环境。 中她悠悠地思索着人生的真谛,慢慢地建构着性灵的完美,我们不能不说,这是她的幸运有多少人或才华横溢,或炙手可热,总是喜欢混迹闹事争强斗盛,或欲育而终或获罪丧命,殊不值中国的一座道观。 半部经书就能让人放浪行还潇洋一生前年我们一行参观了方程境内的炼真宫,又驱车到炼真宫东南百里外的唐河县胡阳公主墓。 半夜荒草离离,黄土慢慢高出地面几米的墓种,静静地享受着历史的明镜方程炼真宫东亥一朝,这一代全臣贵族很多丹之岛,造在南洋并且墓主能确认的不多。 胡阳公主墓大家却都知道,随行的文史学者,告诉我们也许是他深爱着这片土地,也许是人们铭记着他令人欣慰,的是曾经他生前早在道教的世界里找到了归宿,不然来往的半夜。 这真的要为之而悲弃,了作者简介李清佑河南南洋人,现任河南省范黎文化研究院副秘书长,中国国学书画院郑州分院副秘书长,曾获河南省首届汉文化研究学术奖,曾主编省级妹子刊物词校吴江,晚农春秋范黎研究,创作以文化散文为主要方向。 文章散见于中华文化画报,国家集合新期刊,中国文化与产业,法律与生活,老人春秋实验作家,公庚南洋日报等本文原载老人初秋,文化文新栏目。